欢迎收听于扬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载职天下》第310章《伟帝》中 旧日合身的衣袍如今穿起来空洪荡荡 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身体竟然还顽强地维持着生命 每天三次御医把脉 耶律以心都能从那位医生脸上看到为难犹豫 不知道怎么开口的神情 耶律以心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 自从天门寨那次受伤之后 他的身体状况就每况愈下 身边很多人等着他死 还有更多的人盼着他死 但是他偏偏一直活到今日 有时候耶律以心觉得 他要是能早一点死就好了 就在灭掉了日本 灭掉了高里 最为意气风发的时候 但菩萨让他活到了现在 不仅没有死 还有足够的力量控制整个国家 尤其在宋军开战之后 毕业旅行反而觉得自己的经历更加旺盛 甚至身体状况也好了不少 在过去一段时间 每天早上总是浑身麻痹 要泡在热水里好一阵子 才能慢慢缓过来 但最近的半个月 各种疼痛麻痹和旧疮带来的酸痒 都消退了许多 整个人就好像一幅被从里到外整修过的旧车 又开始稳稳当当的上路行驶 只是他这辆老车所率领的车队 此时正向悬崖外一路狂奔 当五十万宋军 以无可阻挡之势 从南方的大平原上碾压过来 早前在边境上设立的防线 都显得脆弱不堪 虽然有人说五十万只是个吓唬人的号称 实际来攻的宋军最多也不会超过三十万 还有人建议耶律于心对下宣称 宋军只有二十万 必将在新金府的高墙身里上碰得头泼血流 耶律于心拒绝了这个提议 现在不仅没有必要 同时也没有办法用谎言来提振信心 敌人很快就要来到面前 这时候说的谎 到时候全都会被拆穿 张敦所带的五十万大军 是十打十的五十万 耶律于心的疏密院 统计了各部传来的军情 确认了宋军的兵力 这是经过了分析对比后的结果 如果把各处的消息简单的加起来 宋军都要超过两百万了 如果真的有两百万 那就好了 恐怕走不到西金府 宋军就会被饿死大半 可惜宋军只有五十万 在没有铁路的时代 五十万人同样走不到西金府 如果有五十万的政军 必须要有一百万的民夫来运输粮草物资 不论是辽国还是宋国都无力在一个战略方向上动员起如此庞大的力量 直到有了铁路 不过这一回宋军在河北的进攻依然分成了三路 东路发自苍州 目标连接东京到的平州 中路主力自卓州出发直奔西金府而来 而西路则紧贴太行山行军 接应从河东出来的兵马 还有宋国的海军 从两个月前开始就在骚扰渤海沿岸 从辽西到平州 沿海城乡处处封烟 而且财大气粗的宋人还到处送兵器送甲州 渤海族的叛军刚起兵时 连头盔都配不起 半个月后装备都要赶上神火军了 耶利宇新面前的沙盘上 代表宋军的小红旗 已经插满了南京道南部区域 以及环渤海的一片 而且红旗占领的区域还在飞速的增加 耶利宇新站在沙盘前 许久没有动弹 从昨天开始 每一封送来的战报 都意味着一个城镇的陷落 再过几天 大辽在南京道上的控制区域 可能就只剩下西金府附近 很小的一片地盘了 即使不通兵事 都能看得出大辽一方 所面临的绝境 陛下 还是一家大定府吧 张敦来势汹汹 又有人忍不住劝说 耶利宇新避让宋军的锋芒 话才说了一半 看见皇帝脸色 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一时惊骇欲绝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耶利宇新比了个手势 两名宫卫立刻上前 将此人拖了出去 求饶声 转眼就听不见了 朕不想再听到类似的废话 耶利宇新沉着脸 教训着金帐中 一杆参赞军机的臣子 朕住必何处 朕自有考量 不需儿等多言 儿等只需考虑 如何守住习金府 耶利宇新冷笑了一声 一枪不发就跑 朕让后人如何看朕 习金府由百宝千里 聚集了全国的火炮 要是丢下西金府 大定府 林皇府 又如何能守得住啊 南京道上 辽军总兵力也有三十万人 其中装备有火器的精锐 不下十万 即使如今接连败退 有很多队伍直接被打散 没能回来 但耶利宇新 还是有足够的兵力 守住西金府防线 只是这些人身处 高强深累的西金府防线后 到底能不能守得住 耶利宇新 心里面还是藏了一个疑问 不过这时候 即使有疑问 他也不能说出来 陛下 坐下来歇一歇吧 耶利宇新摇摇头 他要是坐下来 恐怕今天白天 就没有什么精神站起来了 陛下是不是担心太子 一名进尘猜夺着耶利宇新的心思 太子多谋又有无勇 区区渤海人 绝不是太子的对手 耶利宇新冷漠地说 准和太子若有诗 还有太孙 但太子太孙 此时都不在京城 名义上他们是平叛 实际上他们带着半数深火军 正一路向西 他们要千禧万里 到宋人的势力 无法染指的地方去 祖部人封堵了草原上 向西的通道 但再往北去 墨北之地 同样可以前往西方 如果自然学会上的记录 没有错误 那么只要远行万里 就能抵达与世隔绝的太息 大辽将会在那里重新立国 而他耶利宇新的子孙 也会在那里开枝散叶 如此就够了 耶利宇新想 即使是他这位大辽皇帝 都没了跟宋人一较高下的信心 宋人还没打过来 造反的络绎不绝 投降的争先恐后 没有他耶利宇新坐镇 阉山南路的西金府 整个南京道 还没有开战就要崩溃 把守杖门的宫位 又从门口叫进来 带来了又一份战报 一名禁臣接过战报 展开一看 立刻蹦跶了起来 带着兴奋 陛下大喜 陛下大喜 耶利宇新抬起头 急迫的说 是谁的捷报 完颜安古达 他昨日于三岗河畔 震展八百宋军 您正在收听的是 于阳为您播讲的 长篇小说 《宰值天下》 第310章 《伟帝》中 接下来 请继续收听 《宰值天下》 第311章 《伟帝》下 第411章